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今天我向大家分享一款鼠标 它就是来自于罗技的Master 3 它是罗技Master系列最新的一个型号 我用过它的上一代就是2S 现在也在用 那一款2S是我用过最久的一款鼠标 也是我在Mac下使用最舒服的一款鼠标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新的Master 3 会不会有什么提升呢 OK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 罗技的Master系列 好像它的外包装都没怎么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 先进无线鼠标 急速滚轮 它的背面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功能了 就比如说这个Flow 这个稍后会给大家介绍到这个Flow是什么意思 然后多表面精准追踪 最高是4000dpi 然后高效办公 应用程序专属配置文件和多种自定义功能 贴合手掌理想的拇指控制位置 OK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了 其实它的按键并没有多么复杂 它主要就是在它的那个软件上 这个稍后我们再说 OK我们先开箱看一下 MX MX 罗技 我这一次买的是它的一个灰色版本 我上一代买的是一个蓝色的版本 然后是罗技的优廉接收器 一根数据线 Type-C接口的数据线 然后一份说明书和质保卡 OK配件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它和上一代2S 它们在手感上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我手里的这一款就是它的上一代MASTER 2S 我们猛一看它们的造型非常的像 毕竟都是MASTER系列嘛 从外观上看 它的按键布局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不过它把这两个侧键挪到了滚轮的下方 然后2S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按键的 同样3它也是有一个按键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凸起来标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按键的 然后这个指示灯2S是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3挪到了这个地方 它只有一个指示灯了 从它的正上方我们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的 甚至这个logo的位置都没有改变 OK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接口 它的接口从2S的Micro USB接口换成了Type-C 这也算是顺应时代潮流吧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贴纸给扯下来 在扯下来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贴纸上面 其实这个贴纸它是一个快速的上手指南 大家一看就能明白这个鼠标该怎么去配对 OK接下来我们把它取下来 在取下来之后我们能看到它的底部和上一代2S也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它也是可以同时支持三台设备配对 这一点叫上一代2S是没有提升的 上一代2S也是可以同时支持三台设备配对 OK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感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Master 3它这个背部的隆起要更突出一些 就是说我们在手掌的这个位置它会更加贴合一些 它这个背部会更加的隆起 可能是我已经适应了2S 然后猛的一下换到这个Master 3会有这种异样的感觉吧 但是这个手感目前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整体来说它的手感提升并不是十分的大 而且我感觉Master 3如果你手比较小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握不住的感觉 因为我感觉它变大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隆起了嘛 它的背部变隆起了 所以感觉它稍微有一点点变大的感觉 而而2我就感觉它要小一些 不过手感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人而异 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和大家过多的说我的感受了 并且这一代Master 3它在滚轮部分叫上一代也是有所改变的 就算现在是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它的手感不太一样 这个按钮就是他们来调节滚轮模式的一个按钮 但是我们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 OK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一款Master 3 接入我身后的这一台Mac Pro上 我们来使用一下 逻辑鼠标的配对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使用蓝牙也可以使用它的接收器 我之前的这一代2S就使用的是它的优廉接收器 所以呢我这个3也打算用它的优廉接收器 我们在这个优廉的这个软件里面点击配对新设备 然后它会提示我们打开新的设备 它就检测到了 大家看到了吗 它就检测到了 已经配对好了 逻辑的这个优廉非常棒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配对多个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它配对了我的2S 还有配对了我的3 现在这两个鼠标是都可以使用的 在打开电源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滚轮切换按钮了 我现在的这个滚轮的感觉是有这种段落感的 我只要按一下它 然后这个滚轮就会变成这种没有段落感的模式 这一点是和上一代2S是一样的 上一代2S也是这种 现在是有段落感的模式 它的声音是有这种清脆的感觉的 但是3是没有的 同样2S在按了这个切换按钮之后 它也会变成这种没有段落感的模式 不过我再稍微对比一下 能感觉到3它的滚轮会更加紧实一些 而2S它的这个滚轮会稍微有一点点松垮 接下来我们打开逻辑 专门为Master系列而适配的软件 逻辑Option 在打开之后 它会进入这个欢迎界面 因为我这是新添加的一个设备 它应该是一个介绍的页面 我们点击继续 然后这里是它默认的手势按钮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按住这个拇指按键之后 然后再挪动鼠标 它就会实现对应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现在按住拇指按键 然后向右滑动 它就会切换桌面 而这个拇指滚轮会根据应用的不同 而做不同的设置 当然其他的这些按键也会根据应用的不同 而实现不同的功能 然后它会自动去搜索我这台电脑里面 有哪一些软件是可以使用这些程序 预定议设置的 OK 我现在返回到了它Option的一个主界面 我们在下面能看到我们连接的这一款设备的型号 然后它连接的方式 还有它剩余的电量 在这个指向和滚动里面 我们是可以针对鼠标的指针速度 还有滚动速度做一定调整的 包括它的这些灵敏度 然后在右侧有一个所有应用程序 我们点开以后能看到 所有可以支持这个鼠标预定议设置的这些程序 就比如说Chrome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按键 在使用Chrome浏览器下 它会实现哪些功能 就比如说这两个侧键 它是前进和后退 然后我们点击它是可以给它重新分配功能的 在PS下也是一样 这几个按键就会针对PS 会实现不同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 这些功能和刚才Chrome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些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罗技的这款鼠标配合这个Option软件 它最精髓的功能是这个Flow 就是一个鼠标 我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电脑 并且可以在这两台电脑之间来进行复制和粘贴 就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台电脑 这两个屏幕分别是两台电脑 这一台是Mac 这一台是PC 现在这个鼠标它的二号位置就是配对的这一台PC 然后我再切换到1也就是这一台Mac 然后我们就可以启用这个Flow了 在启用之后呢 它就会搜索我这台局域往下另外的电脑 当然这个电脑也是需要安装了这个罗技Option的 并且和这个鼠标进行过配对的电脑 它这里提示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点击继续 OK 现在我们能看到有两个屏幕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左边的屏幕 然后还有个屏幕是在右边我要改变一下位置让它挪到右边来 它对应的就是这两台电脑 这台电脑是现在是右侧的屏幕 而这台电脑是左边的这个屏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鼠标在这里哦 大家能看到吧这个鼠标看到了吧 然后我现在来到屏幕边缘把它挪过来 大家看到了吗鼠标已经来到这儿了 已经来到这台电脑了 然后再回来它就又回来了 OK 它不仅可以快速的在两台电脑之间来回的切换 它还可以实现快速的复制和粘贴 就比如说这个文件我现在在Mac下复制 然后我把鼠标切换到PC 然后右键这里就有一个粘贴 看到没有 这个文件立马就被复制过来了 非常的快 当然这个文件它并不大 如果你要传一些大的文件的话 那么就要看你的内网的传输速度怎么样了 好了 大家觉得这一款来自罗技的MX Master 3 这款鼠标怎么样 我个人真的是十分的喜欢 这也是我在Mac下使用最舒服的鼠标 我在一开始就和大家说过了 不过如果你现在正在使用的是Master 2S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更换到Master 3 因为我对比了一下Master 2S 还有这一款Master 3 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完全没有区别 除了手感上面有一点点不同之外 这个手感有一点点的不同啊 其他地方我真的没有感觉出有什么差别来 上一代2S它的续航能力也非常的强 基本上我印象中没有说我在使用当中它没电了 每次都是我想起来要给它充电 那我就给它充一下 它的续航真的非常的强 当然这一代Master 3我还没有开始使用 我不太清楚它的续航是否有很大的提升 这个只有我在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会知道 好了那么今天关于逻辑的这一款MX Master 3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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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